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3月9日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是甲晨年農年的正月29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講一個特別的話題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講英國 最新 政治的情況 有很多香港人移民了去英國 不過 香港人大致上 展現出來的那個 行為 基本上 似乎回到香港人原本 那個 以經濟為基礎 的活動是較多的 即是說 其實香港人 真的不算關心政治 當然 我也同意 其實英國的很多政治也沒有特別關心的地方 而且要關心英國政治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有困難的 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就算在留言板討論區 跟外國人討論政治 需要說英文 所以有很多人覺得很困難 本地人對政府還有那些local council的看法 我很了解 因為我經常 都會在那些 是英文的群組 跟他們照在討論 所以 本地的東西 我不敢說 英國的政治 我每樣東西都熟 但是 大致上本地英國人 對政府 的那種態度 大致上 我基本上也很明白 所以我才大膽告訴大家 這裡的local council 其實是被人罵到爆闖的 這裡的local council 基本上 個個不務正業的 完全不知道在做甚麼 公帑 亂打扁 四周的路難度七彩 最喜歡 做一些無謂的事 這方面跟香港政府 很多行為都很相似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這一節 這裡的local council 爆煲 很多人開香檳 這一節我們要說 現屆保守黨政府 在接下來的大選 最新的民調 說這個保守黨有機會被人屯滅 所以我們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上手同碟機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也請各位記得安裝VPN 先來跟大家說說現屆保守黨的黨魁 就是 有時翻譯就叫做新衛城 有時翻譯就叫做蘇納克 不要緊 總之也是同一個人 就是我們這一節要說的印度佬 好 這個印度佬嚴格來說 他真的不是出生印度的 他出生在 英國 在英國本地出生 剛才我說出生 真的在說出生 因為他生長在英國 的一個龐傘抱人 英文叫做潘渣比 即是印度 印度的其中一個省 所以說他是來自一個印度家庭 但是在英國本地出生 也是在這裏讀書出生的 在英國的印度人其實有很多都挺有錢的 所以他的家庭背景相當不錯 所以供他就是讀書 他也 在名牌的大學畢業 在牛津 是讀哲學 還有政治 還有經濟 要在英國讀到名牌大學 除了要讀得書之外 也需要一定的背景 財力 所以印度佬 那個出生 就是來自這些 名牌大學 所謂英國的精英 即是說跟香港 那些傳統的精英很相似 例如 在香港做AO 以前就是要在英國讀書 要有流利的英語 但是香港今天就淪落到 就是要說普通話 的一班 回去大陸的炮兵團 還有紅衛兵 是當道的 你說多淪落呢 說回保守黨 保守黨 首先第一 已經執政了非常之多年 差不多執政了足足十四年 從2010年 即是現在在做外相的卡梅倫 開始 就是由 保守黨重新執政 足足過了十四年 到了現在這一刻 普遍 英國的選民 就算 是白人 就算 可能 是商家 都對保守黨政府極其不滿 因為 英國的保守黨就是出了名 好像香港 那些叫做離地 的中產 自由黨 還有大量無厘頭的言論 好像葉劉淑儀那樣 保守黨都出了名離地 就是因為他們收得太多 所謂 讀書的精英 而這班人多數 是來自中產以上的 甚至乎是小康之家 所以這班人 對於民間疾苦 是完全不認識的 即是說是一班非常離地的人 好像當日 林作跟你說 我住半山的 現在書磚降季 走下來 參加區議會選舉 說真的 你作為鑽石山的居民 聽到這樣的說話 真的是想作嘔 現在英國的保守黨 就是充斥著大量這些人 所以 是不是很恐怖 基本上 跟整個英國普遍的社會 是嚴重脫節的 所以大家應該會看到 其實大城市裏面 包括倫敦 萬城 百明漢 市區的部分 多數的議席 都是工黨勝出的 即是說 大量的 市民對保守黨 尤其是勞工階層 對保守黨 極其不滿 保守黨是不是得到其他人的歡心呢 又不是 因為其實保守黨 做了很多事情 是不停自打罪巴的 英國人會投票給保守黨的原因 是因為 忍不住 是英國的左膠 尤其是極左的工黨 的政客 關於這裏 整個歐洲的左翼 例如那群環保人士的行為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了 所以 也有很多 正常人對那些 不斷地走向極左 的政客 是相當不滿 但是 保守黨的人 你又選不下手的 所以 一向都這麼說 民主不是要選最好的 只是不想選最壞的 你真的問我的 其實兩邊的表現都非常非常惡劣 我是沒有取態的 我只是跟大家做分析 事實上我的取態也不是最重要 我們說回印度佬了 印度佬為甚麼如此不受歡迎呢 其實 這是一個 不能夠說的公開秘密 這是甚麼意思 大家都知道 歐洲 是一個非常之平等 是絕對不說種族 不讓說歧視的地方 他不讓說的程度已經去到近乎是機械式的了 即是說是要政治絕對正確的 例如你去公園 吳迅 你去看看 去公園 做尖 這裡的公園很有趣的 有健身器材的 你會發現上面那張圖 很有趣的 他教你怎麼做舉重的動作 一張圖 第一格是白人 第二格是黑人 第三格又變回白人 第四格一定要是黑人 不停地間隔著間隔著交替 即是說這裏追求 那種不准歧視 有色人種要受到保護 差不多是接近機械式的 你說這樣是不是真心平等 其實我覺得 也是有些保留的 當然好過非常之歧視的社會 我真的同意 但是 其實 所以為甚麼我說是不能說的公開秘密 其實在很多 英國人的心目中 是不希望 給一個 不是白人的人做首相 這個當然是一個非正式統計的調查 更加而且 蘇納克 把他加起來了 基本上也是保守黨的政變派 即是說他們是透過政變 使得Johnson 需要下台 然後也透過政變 把卓慧斯 趕下來 所以 他們本身在保守黨裏面 也不是非常受歡迎的勢力 所以現在變成 內外夾擊 保守黨又想把他掃走 而 英國的選民又想把現屆保守黨政府掃走 雖然新偉誠 其實現在的政策 我也不覺得是太差的 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的立場 其實已經越期越壓 我收貨的 但是我收貨也沒有用 因為 就算我是英國選民 我也是只有一票 不過其實我還沒有決定要投給保守黨 因為如果保守黨是覆滅的話 我投給你 跟射落海也沒有分別了 最新的民調就有點誇張 他說 這個保守黨 如果大選的話 可能會輸到只有三席 現在保守黨 是拿著 300 是58席的 即是說足足會輸 300是55席 這個實在是太誇張了 這個民調我就不會全部相信 但是根據我們非正式統計的調查 基本上我們深信 保守黨是沒有辦法連任的 作為香港 來的人應該怎樣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 不是工黨還是保守黨的問題 事實上 以我所知 保守黨也有很多人 是被中國大陸賣掉的 最重要的 政客不是跟他談心 而是要在政治上面夾緊他 即是 好像新衛城一樣 新衛城 其實他是 是想對中國大陸放軟手腳的 但是整個英國 不容許他這樣做 所以 政客 要很小心 不要給他機會 是放過 是中共 只要 中共沒有辦法在操縱選舉 沒有辦法在入侵 政客就會自然乖乖地 做回正確的事 坦白說 工黨上台也挺恐怖的 因為 你只是看看百明漢 百明漢的City Council 就是 徹底是工黨 控制了的 結果就搞了一個大頭髮 出來 所以很多英國人都相信 如果工黨上台 其實也是一場災難 應該怎麼選擇 其實這裡真的 個個都那麼差 我們認識很多英國的朋友 說兩個黨也不想投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立法的 23條就到了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就不要來看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 可以找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 在智慶賬人 感谢观看